很多個moment都很感動 我覺得京劇 京劇講究的是唱念作答 然後其實最讓我喜歡跟著迷的 也是在唱念作答上 因為他的表演的細膩 還有他功法的講究 讓我們會通過身體聲音的訓練 由外而內的再去思考角色 我覺得新編戲呢 是吸引觀眾入來 進來看我們的一個方法 然後傳統戲呢 是我們奠基我們演員 自己根本的一個方式 那我覺得兩個都不可或缺 我最喜歡 其實蠻多的 對啊 其實蠻多的 其實蠻多的 對啊 所有的唱段都很好聽 對啊 我沒有辦法取捨 其實有好多個地方 我們在台下看的時候 或者是看他的以前的光碟的時候 我們都會莫名的感動 等到自己在排練場執行的時候 有幾場戲我甚至於就 感動到情緒很激動 沒辦法繼續往下唱 所以有些地方 我們自己是演員 但我們同時又是觀眾 謝冠生他演那個老兵 他被抓兵了 最後他回不了家 沒有辦法跟他母親拜別 他只好搖搖的 他只好搖搖地跪下哭著 說我再給你回去磕頭 我們都會眼淚 就在眼眶裡打轉 清朝的宣統 他們大清朝被滅了 紫禁城不是他們的了 這個時候 王羲智的 為國為節力不刺 張榮才 感覺到 很多事情 他在追尋的那個執念 他一輩子可能追不到 所以他到故宮的時候 他到最後回到 台灣故宮博物院的時候 他才能夠放下他內心那一塊之中 各位觀眾 十月十九二十 下午兩點半 台中歌劇院 混血時情等你來哦